中国全球排名第一的贸易大国 每年动辄一万亿美元计的货物要进出这个国家 要完成这个近乎天文数字般的货物交换 港口扮演着异乎寻常的角色 全球排名前十的港口中 有七个位于中国 其装箱作为港口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95%以上由中国制造 中国连续18年蝉联世界第一集装箱产销国 2017年上半年出口集装箱达到150万只 集装箱主要由门端、前端、两侧臂、顶板及底架六大部分组成 其中焊接占主要工作量是集装箱生产的重要工序 焊凤品质直接影响到油漆的附着力 影响集装箱的外观和使用